本节目由长安福特全新探险者独家冠名播出 小朋友那边很开心就记得那边玩得很开心啊 跟雨玩啊 跟水玩啊 然后你就会闻到那个清爽的味道 这是一种记忆的味道 然后再看一看 康里面 来吧 来吧 给 头发OK呢 死了 走开啦 李莫 不绑了 就情愿 头发乱 我就不绑了 因为我觉得 人嘛 女人 就是 年轻的时候想自己成熟 成熟的时候想自己少女 就是我小的时候 就是打扮得特别成熟 等到我现在年纪大了之后 就想要特别的少女 可是我觉得我心里头的那种 纯真感就是在于 因为我没有童年 小时候就是 你要特别观察爸爸妈妈的反应 他如果今天心情不好 就离他远一点 要不然就很容易被骂 有时候我小时候 我爸爸 你听那个声音 骑摸车回来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很害怕 楼下的那个铁门 走开门的声音 自言自语啊 讲一些什么 所以能跑多远就跑多远 哪怕三天半夜的 我就会躲起来 所以我觉得是小时候 这样子的环境 跟这样子的经历 让我一个特别敏感的人 在念影量那个角色 他就会觉得一个人没有同类 他必须要一天到晚 待在各个暗阴暗处 所以整个人都是黑暗的 但是对于书琦来讲 我会觉得 嗯 每个人都是这样子 谁不是呢 夜深人静的时候 你躺在床上 你觉得你要同类吗 没有 你就是你自己的 对呀 我希望自己是一个 能够站在时间前列的人 越早结束比赛 越大的仁慈 人绝不会满足一个事情 我的理想 不是要去当个观众 拜计 我会参与她的 你去当个观众 你 但是我的手還沒有化妝 包子還要化妝喔 當然啊 不懂流失的膠原探白的手是怎麼樣 現在看到了 我的最愛的演員是 非常美麗和 popular fashion icon Bucci including the best actress and both the Asian women 所讲的是淑琪小姐 同心十三妹 恭喜 谢谢 我姓林 双木林 力剑的力 机会的会 那种恐惧跟那种阴影 一个女孩 她的原生家庭是什么样 因为她父母就是这么对她 所以她其实在学校 在家里都没有安全感 就那一天就造成 她突然间想要离家出走 好像十五岁 十六岁 我就真的离家出走的时候 我还去跟我 就走了半年 没钱付那个房租 才会去跟我妈 说那个我没钱付房租 你给我五千块 台币 给我五千块台币 我有钱就还你了 还讲话就是这个样子 但你那时候隔了半年 你看到我妈她头发都白了 然后我又出车祸 还是干嘛的 我都不觉得说 我妈特别心疼我 因为她一来就是骂你 就不过又说 锁鬼又伤什么又伤 我们觉得说 哎 我很可怜好吗 心里头 你还来骂我干嘛呢 我说要干嘛 我忘记了 我要吃药了 哎 吃到了 我要吃我的保健品 这里有巴 这就是骑摩托车的巴 很惨 这边也有一个巴 看得到吗 这边一个巴 这里一个巴 哎呀 这边全部都碎了 这边其实也看不出来了 就是一个巴 反正也看不出来 肩膀那个巴大家都知道 怎么会出了好几次的车祸呢 是太小心了吗 骑车的时候 就叛逆啊 叛逆啊 叛逆就是想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而已 小时候就像一条船一样 就一直在那里飘飘飘 哎 有港可以靠了就可以了 然后再准备差不多好了 然后再去飘飘飘 再飘到另外一个港口 一晚的宁静 沉突出一股阴暗 不知所措的气息 每一个宅巷子里 好像都在抢着 交换你探出头 过来看看 你以你的脚步 只要伸出个头出来 就会意外地看到一些事情 越是 说的 话说一个围巾的保暖程度 我问你如果你掉到河里了 你先救你自己还是救摄影机 我先救相机 对啊 我有一次拍戏 然后骑那个水上摩托车嘛 后来在那个摩托车前面要安那个摄影师 摄影机上去之后 前面的头就传下去了 所有的摄影师的那些助手们 砰砰砰砰成钢 circuit 然后去把摩托车衔起来 然后就把碧里踩到 рублей REE 反正是先救自己 然後沒有人管我 我其實也在海裡 沒有人想要救我 我第一年在香港拍戲 王金人很好就叫我們這幾個台灣的小女生 一起去他們家過吃團年飯 把紅包給我們 然後打麻將幹嘛 我就去上廁所的時候 我就聽到我們其中一個女孩子在那裡哭 我就開始在想 我也不能再毫無目標的這樣過下去 然後就跟我自己講說 我五年之內如果沒有辦法達到什麼目標 就不要做了就回台灣了 找個人就看隨便你就嫁了吧 但是不要在這個圈子繼續混了 而且我就定業育親是我的偶像 我做得跟他一樣就可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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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去騎一名子騎 好 好 好 這次要送蛋糕給你們 沒有 然後他們 沒有就吃蛋糕 他們就愛要來一天 你要講說不要在那邊一天到你嫌棄我胖 還要什麼那些胖給他們吃過來 然後他說不是給你吃是給他們吃 那就不用送過來 我沒得吃大家都沒得吃 我沒得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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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給他 我去她家 然後讓她再揹去的話 出去吧 還要按這麼久 我只是一個燒賓 任由你們拜託 你說好就好 反正好不好看 也不是我說了算 好 來 再給你們看看 再給姓崇齊 啊 老闆 在香港拍戲 就必須要武裝起來 維持線 我一個小女生就怕自己被人家欺負 就是必須得大烈烈的 因為我覺得你越當著自己很可憐 人家就會覺得你很可憐 然後你就越容易被欺負 也因為這個樣子 所以其實當 雖然說我在香港很多人都很喜歡我 但我也會不小心負責了一些人 所以我那時候有一個 還蠻出名的一個外號就是大小姐 你會手上緊緊抓著麵包 像是靠麵包跑掉一樣 把它當成寶貝 讓麵包放在手心裡 捏著它 塑膠袋的接縫處裡會跑出麵包的香氣 女孩聞著 聞著 聞著就像是一天把它尺漸到肚子裡頭 當是一個 這是我畫的 就這個 怎麼會這樣呢 沒有啦 就只有我們自己人不嫌棄 因為我愛情片文藝片也拍很多 但我就想要是有另外一種人的那種感覺 那這種你在市面上 市面上 算不算講市面上 就沒有這種故事 所以你要自己找 然後我就想到這故事 我這時候就寫了 寫的中間其實找了很多人寫 但是 有走文藝路線 有走商業路線 然後有走 寫實路線 但是好像都 其實寫了好幾版 但好像都沒有特別喜歡 但實際上是這樣的 是 但是我就說 一種上的 接不接受 我接不接受 可是我突然間有一個 有一個那個手 這件事就是家庭 這次去廣東 侍術 那時候 是 親自 人 人 我给你打个十年 我给你五年就没办法 過了 最好的時光的時候 那我就得了忧郁症 就是睡不着 我喝了酒 吃安眠药 都睡不着 那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换到剧组里头 每一次要进入角色 你必须要跟一些人 无心再来过 你才有办法放松自己 投入在角色里头 那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导演在跟你讲剧本的时候 他说念你 就是一个孤独正常 他也又说过 其实说导演找你 其实你是爱的 那个其实对我阴影好大的 就是我在拍活道的一个 因为太真实了 真实到 就是我看到他 我都害怕 他每过一个 都有一个离心力 你只会怕 跳起到最高的 四千八百六十米 四千八百六 我已经挑战了我的极限了 我现在头才痛 我发烧了 不是因为我手太冰 对 对 我发烧了 你不是要看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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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我比刚才的 再压一点了 还是 我发烧了 这个了 我发烧了 我发烧了 这个了 这个了 好小姐 不快的 这个呢 不快的 这个呢 不快的 来了 好 好 好 我发烧了 等下一些 唉 这就是我不开工的生活 三年了我已经 其实我不是过敏 就现在这个茶参是 免疫系统跟那个 荷尔蒙失调 什么导致的呢 年龄大了 阿方姐说的 想不到我二十岁就已经老了 过敏源有吗 过敏源就是我身体不好的时候 就到处都是过敏 比如说像我对塵盘过敏 我对像这种荣布过敏 我对地毯过敏 身体好的时候都不会啊 在地上滚啊都没事 但你一爆发起来就 什么都过敏 对啊 连电视都会过敏 不是你的 我只是在帮你解释 你只是在那里一问而已 电视 我只是刚好看到一个就是 到处是你不好的时候 什么都会过敏 这个是现在午餐后 所以我现在可以喝了吗 现在可以 大概六点要喝酒 因为这个是那个额外处方 主要还是希望你们不要饮酒 感觉要戒酒吧 不可能 避免酒精 你要跟苏医师说 如果我吃那么多药还要戒酒 那我吃这些东西来干嘛 对 对 有没有抓到重点 但是你前面三个月要乖乖吃 就是你面对这种药的话 所以我乖乖吃就可以喝酒了 就是可以小酌一点 不能大酌 好 谢谢 人生短短几个秋 你一定可以进来咯 够吗 谢谢 好重 好的呀 我觉得现在那艺人啊 真的很可憐 就是以前我们还可以到处喝酒啊 现在都敢了 因为就是想说要 这必须得树立一些好的帮忙 就连去酒吧喝酒都不去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艺人就是 就多次在自己的小小的空间里头 也没有任何太多的社交了 就是包括你出去外面 除了跟自己的同学 或者是相处很久的朋友之外 好像就 那个空间就是 某间餐厅的包厢 过去 就是拿个朋友家 就是这样子 你说想要交个男女朋友啊 好难啊 我觉得以前的环境真的很单纯的 可是我跟阿正的第一部戏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很熟了 回台湾的时候都会跟他玩啊 什么喝酒啊 他是一喝就会把自己喝醉的 然后他就会睡在马路上 我现在好像在抱别人的料 还是 我说你昨天睡在哪儿了 我就睡在那个操场的那个外面的 和平动路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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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几点起来回家 不晓得 反正有个警察叫我起来 然后我就拿街车回去了 出发 想未知的远方 这个时代需要探险者 小鞋子 小鞋子 我是艾尔小鞋子 你好 你好 不好意思 地方那么远 辛苦 真的 这个心里 一言最惨的就是这样 其实真的是司机走错路 然后 这全都怪你 就怪在我身上 我要银色的夹法 当你哥 我要Pink Lady就可以了 我不是小时候喜欢Holo Kitty 我是长大之后 我才喜欢Holo Kitty的 就是 这个是一个庭 你说算变态吗 还不变态 因为你应该是小时候喜欢养娃 我没有 我是长大之后 我才进到Holo Kitty的世界 我心里头的那种纯真感就是在于 因为我没有童年 我的童年太凄惨了 然后就我看到某样Holo Kitty的东西 我就觉得 我挺疗愈的 然后就慢慢地喜欢到这个东西 那你喜欢这种粉红色 这种很可爱的东西的时候 你就当下你就回去你 曾经没有的那个年代的记忆 我听不到咔咔的声音 所以觉得自己好像在耍白鞋 现在长这个样子也不是叫漂亮 也不用说什么高不高 这现在人的审美观的 你就活到一个对的时代 因为我小时候 从来没有觉得我自己好看 我妈也没有说我好看 然后嘴巴又大 然后我妈一天到 还攻击我 第二天 我有一次我一个朋友在那边 我们一样都是演艺圈的人 在那边聊天什么有的没的 就说怕自己容颜怎么样老去或什么的 我就说 然后怕自己不红了 这些都有 我就觉得这个对我来讲 不是一个太大的烦恼 你已经风光了二三十年了 你还想怎样 对吧第一 第二 你就算不红了 那又怎样呢 你怎么样都不会你没红之前还辛苦吧 因为你至少红过了 那你说外貌 你觉得变成一个妖怪比较好的 还是自然的老去比较好的 就是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有答案放在那里 这有什么好纠结的呢 如果不工作的话 比较喜欢回台湾是因为有生活 那你要给我个地址 我要传给那个 有啊 传给三一 OK 这一个是什么 你怎么发出去的啊 这是什么发出去啊 我是不是 你不认为 我只认为 你不认为 这一个人在这一张 我只认为 这个人在这一张 我只认为 你不认为 你不认为 不认为 你不认为 就是你可能回到臺灣 你就不需要去顧慮別人的感受 因為朋友就從長到大都認識超過十年以上 你也真的 很整齊 真的很整齊 還蠻感動的 白糙米粉 油芋頭 蛋 昌魚 海帶 就袁翔哥下午吃過了 好啦 你是紀錄片啦 類似紀錄片 但她是紀錄片 結夢 扣啊 你要管啊 我的師父是他的朋友 就你們就認識了 不算是朋友 那時候連朋友都還不是 我只是一個默默無名的小女孩 難得會有你師父願意來幫我化妝 也是 也是 很冷嗎 為什麼 沒有啦 她講話很直接 那我們就招架不住這樣子 我有一個朋友很害怕她 剛認識喔 就長得還不錯啊 然後還蠻會喝的 喝飲料 個性 個性 個飲料 又是你 好爽 哇 我好像人腰 看一下 看一下 呵呵呵呵呵 呵呵呵呵呵 好有味道 怎麼會死 哈哈哈哈哈哈 8 art 八吃 八吃 2 你爱蓝天,我爱你笑 时间就是不想让你下来 这区蛮大的哦 以前会去按我家电梯 就直接上去了 就是以前飘横的时候 你好 孤单老人跟一只孤单老猫 这是我房间,但是没用过了 因为我很难得回来 这些都已经变成杂务房了 因为很少回来,已经变杂务房了 但是我特别喜欢这幅画 这幅画我是在路边买回来的 就所有的电影的人物 我那时候第一次去砍城 跟我妈一起 然后在千行漫播 这大概20年有了吧 这张照片 但我忘了是谁拍了 这张呢 这个就是,就是 张文娃拍的 这个是因为阿星她画的妆 你也是葡萄哦 你也要给我一个吗 我没有 他在我们家最少了15年了 我没有 不会 他是有的,他就是要给你摸 这几个摸,拉尾巴哦 我不会拉尾巴 有去那个圆圈圈那个吗 磁力共振的 有,合成功 我待在里头 待了一个半小时 对,那你要待很久啊 那天比较多 他不是有一张纸 在里面 不是全身磨 只是一天磨一个地方 我18岁的时候 我妈才36岁 所以就是小孩 根本根本就不懂 怎么这样带小孩 比如说,因为我现在有个侄女了嘛 然后我侄女长得跟我 几乎一模一样 我就一直看我侄女 我就说 哎,你长那么可爱 我说,妈 我小时候应该跟她长得一样嘛 妈说,差不多啊 就是这样 妈,你为什么对她那么好 小时候你干嘛一天到来打我 她说,谁这样那么爱哭 我就说 所以你承认了吧 所以你承认小时候 一天到来打我了吧 那你们不是要去看 你都可以啦 我约七点啊 七点去东风街 我约七点 你闭嘴一下有两番条 那苦话很好吃 哦 好了 他不要哭,不要自己哭 小时候生活环境特别苦 他们 对,我们住的是那种 一房一天 一家四口 都住在同一个房间里头 然后厕所是大家公用的 上厕所的那个厕所 洗澡是在厨房里头洗的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 小时候特别辛苦 那对父母来讲 他们的压力是真的挺大的 我当然可以体谅他们 现在我可以体谅他们 不是现在,十多年前 我就已经可以体谅他们了 可是在小的时候 真的是没有办法体谅他们 哈姨,05年 齐哥拿最佳女主角 讲回来的时候 你有没有觉得特别骄傲 哦 那一天我们一直就坐在 电视前面 看得顾的电视 在家看会紧张吗 开心吗 好紧张 当然是紧张 都有了 哭了吗 哭了吗 在看电视哭了没哭了 有啊 有哭了吗 对 然后不是听说奖杯 就拿回到家里来了吗 对对对对 阿琳 阿琳 你不要靠近这边 我要看 你看你的皮 皮有 哪有不皮的 所以她说 所以她说 我内带她 那是被我打的 那是真的 真的是被我打的 我从来没有 我从来没有因为我去香港做的这些事情 有掉过任何一滴眼泪 都没有 我 第一年在香港拍戏 就刚好去了香港 回到家里头的时候 我妈妈在被我奶奶骂 就说你怎么可以让你女儿 去做这些事情 我那时候拍写真节 嗯 所以我妈就是被我奶奶 还有我姑姑骂吧 念 我迟到去的时候 我就刚好听到我妈在那里 嗯嗯嗯嗯嗯 那她们看到我之后 当然就那个话题就收起来了 就不可能再继续讲下去 嗯 我就在那里想 唉 这跟以前住的地方离得远吗 不远啊 走路15分钟 这边走去三民路 中华路多久 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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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少也要半个小时 没有啊 不是这边穿穿穿穿就到了啊 让不出来了 对耶 动物啊 好 刚刚讲我到哪里 一一年开始写 片名 写好 写好 想好了 一直都是 就叫女孩 就叫女孩 对啊 我现在把片名讲出来 人家会会抄我的片 我跟她说 怎么会有什么事 这边是一种 所以我们下来 我跟她们走路 走路 我走路 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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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知所措的气息 不知所措 不知所措的气息 在回教室的路上 女孩手上紧紧抓着面包 像是怕面包跑掉一样 把它当成宝贝 让面包放在手心里 捏着它 塑胶带的接缝处里 会跑出面包的香气 女孩闻着 闻着 闻着就像是 已经把它吃进到肚子里头 闻着 闻着 闻着就像已经 把它吃进了肚子里